今天非常幽默将带你一起玩转欢乐啦 我们有想吃我的东西 先看看我的羊 生活需要创意 如今鸡也需要按摩啦 非常幽默 马上带你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心理简压节目 非常幽默 您可以叫我们小莫莫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逗你笑 我是宜燕 我们总是教小孩子做一个城市的人 但是有时候自己却忍不住说谎 今天一大早的市民王先生 签完道打完卡 和老板同时走出公司大门 老板就问王先生 小王 干嘛去呀 王先生还暗呼呼的说 我文件夹落家里了 开车回家去取 然后呢 跑出公司绕了一大圈 和老板在早餐店相遇 你还不如说你去吃早餐呢 这下多尴尬啊 是不是啊 小朋友们 这个反面教材 我们可不要学哟 我们呢 可一直都是正面教材呢 没错 这就是上课被老师提问 刚好会做这道题的我们 怎么样 就是这么爽 作为熊孩子 谁还没点特殊才艺呢 奔导宝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就是坐在凳子上 本宝宝也能高速行驶 报告 报告 前方敌人来袭 本宝宝申请回到基地 人生就是要来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哪怕钻狗洞也再走不息 熊孩子从不走寻常路 下面这位熊孩子为了整股自己老爸 可谓是杀费出息 然而吃雨越违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瞎子可别躲在垃圾桶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别老想着骗宝宝们吃讨厌的食物了 他们的舌头可比你想象的好屎多了 就算你把青豆突然混进去 也能立马吐给你看 作为一个小吃货 就是这么自信 本宝宝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然而不死心的爸爸准备再糊弄一次 第一手没问题 第二手混进了青豆 然而根本骗不了宝宝的舌头 被抓娃娃肌虐过的人下面注意了 我相信你也曾想象过下面这一幕 这位小朋友因为连续好多次没抓到娃娃 看起来心情十分难受 突然她身后 最后来看一位超恶趣味的妈妈吧 趁孩子睡着的时候 在孩子的脸上画了一圈骨子 可怜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 妈妈还让他去照照镜子 只是太坏了 傻眼了吧 内心瞬间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完全懵了 孩子哭出来的那一刻 妈妈笑翻了 喂喂 你这妈妈当的也太坏 有你这样的妈 当你的小孩还真是倒霉了 有一个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为人父母既好像是多了一层盔甲 又像是多了一个软肋 失明离女士有了孩子之后 一直都是辛苦工作 最近更是一直都在室外工作 整个人都晒黑了 昨天去超市想买一点美白的护肤品 收货员竟然还夸她 美女啊 你周围说得可真好 下跌有这么严重吗 母爱真的是很伟大呀 孩子可别担心 妈妈就是变得再黑 也会继续爱你的 好了 又到了看咱们朋友圈和微博里 那些转发量较多的趣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空调 你怎么了 空调 你为什么中病毒了 那我现在是把电池取下来 还是怎么办呀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银行卡 我卡里面的十几块钱的余额还安全吗 难道病毒传播速度这么快吗 洗衣机也被贡献了 我得赶紧查查我的电饭包 微博炉啥的 如果都出问题了 我是没钱换了 狗哥 你是受什么刺激了 戴上我的假发想干什么 这位兄弟 你不说这是你家狗 我还以为真子现在还推出了动物版的呢 不 我不信 我的男神才不是武短身材 讨厌的广告拍 你误导我 前面那位大哥 麻烦你换个地方等公交好吗 这位粉丝要抓狂了 狗哥 你能停下来吗 你这样我没有办法好好做话呀 主人 你不是老说你的水平很高吗 有本事你就把我现在的样子画下来呀 画就画 我还怕你不成 简直太形象了 感觉你在咖啡拉花界已经无人能敌了 老板 快点给我佩服眼镜 我感觉最近自己的失力下降得很严重 这位顾客不是我们不给您配 实在是我们找不到您的眼睛在哪 我是一条绝世无双的优雅的狗狗 特别是在用完餐休息的时候 狗狗 大热甜的你这样难道不怕长肺子吗 优雅有什么用啊 我的小短尾巴才能帮助主人解决问题呢 你看 确实有用 旺财 没想到你的尾巴还有这个没有用呢 打网球能锻炼身体 这个我是相信的 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在网球场打呢 这下把我车打成了这样 你说怎么办吧 大哥你说怎么办呀 我没钱还不是跑啊 天天在沙漠里走来走去真是累死我了 让我停下来休息休息吧 没想到骆驼大哥原来你休息是这样的姿势呢 为了能够给女生一个难忘的夜晚 我决定用蜡烛表白 让她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 没想到蜡烛刚点好 就被老师以危险行为给灭掉了 同学 你的浪漫有生命危险 以后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爱情让人盲目 希望这位朋友以后能够理智地面对爱情 在爱情中做一个理智的人 说起来容易实践难了 市民小刘刚进公司不久 就和一枚女同事谈恋爱了 小刘有一次看到女朋友 在老板办公室里面 搂着老板的胳膊在撒娇 她进去就给了女朋友和老板 一人一巴掌 女朋友发怒了说 这是我爸 小刘立马就蒙圈了 这个时候老板拍拍她的肩膀 欲重心肠地说 年轻人就是有冲劲啊 看好你 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 我相信你可以自己创业 翻译一下 老板的意思就是 你被炒了 给人打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天底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 凡事都得靠自己 这个道理连狗子都知道呢 那可不 老虎不发为你当我是病猫 想吃我的午饭 请问过我这口牙再说 你吃啊 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 猫咪都是腹黑的动物 你打死啊 敢挠我的尾巴 不不不 我是我呀 对对 就是这样 舒服 太舒服了 有多爽 看我表情就知道了 双 不要停 就这样按到天荒地老 下面这个狗狗的创意 我给满分 这才是真正的热狗啊 其实想想也对 没有狗的热狗 怎么能叫热狗呢 没毛病啊 你看什么看 是不是看上了我的心价 告诉你别想了 这个房子已经是本望的了 下面这只狗狗 有自己特殊的上楼技巧 没错 那就是刀着上楼 喂喂 你这样上楼的难度 是不是太大了 就不能正常一点吗 你管得着吗 本王就爱这样上楼 点着凭着那小毛孩 说我跟点儿来谢谢我 然后领好吃点 首先 让姐姐先来吧 你让来 谢谢 快把好吃的给我吧 快扶了 谢谢主人 谢谢 好饱 主人 是不是还能再给点呢 你吃太快了 我手得了 下面这只猫咪也有自己独特的才能 没错 就是脑门转陀螺 怎么样 本喵这技术厉害不厉害 就问你服不服 只要没人打扰我 我能用脑门把它转到海枯石烂 本喵是不是超级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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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就又有什么用呢 来看一只充满爱心的狗狗吧 为啥说它充满爱心呢 你看看它的尾巴毛就知道了 完全是一个爱心的图案 看起来很有爱的样子 它的主人帮修剪出了一个新型图案 就是不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欢 出门之后 你觉得会是全唱焦点 自从给家里的狗狗买了这款喝水神器 感觉整个人都轻松好多了 完美解决了狗狗的喂水问题 每天狗狗自己能玩得不易为乎 还顺便把草坪给浇了 一键三雕啊 这个世界没有比这个更让人守心的事了 家里的猫咪每天都会对着iPad 做一些奇怪的动作 几乎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后来我发现了 这家伙是在祈祷iPad里的鱼儿 能自己出来给它吃 飞飞 我只想说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这是不可能的 死了这条心吧 夏天到了 想要减肥瘦身的你 受到美食诱惑时 我估计你的心理活动 跟狗狗是一样一样的吧 你要干啥 别乱来 我正在减肥 你给我拿走 你不要这样 我还是挺有克制力的 不要诱惑我了 拜托 夏天到了 我必须瘦下来 我要忍不住了 你快拿走 吃一点应该没事 吃一点也不会胖 我天安好好吃 还有猫 还有猫 一直对自己左腿产生巨大疑问的喵 你是谁 哪里来的 为啥一直长在我身上了 根本讨厌 是不是找打 是否有咬你 我先你一分钟之内给我离开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一只汪超级喜欢你 是种什么样的状态 看看下面这只的表现就知道了 看见好久没来的奶奶 这只汪超级激动 看见奶奶就不停打滚秋嬷嬷 开心之情 抑郁眼表 讨厌的人类又来参观了 没见过狮子吗 你不兴奋干吗 我也要去抓几个人类 关在笼子里 让我的宝宝们参观 就这么决定了 看我怎么抓住你们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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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跳 我说你有点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吧 下面有请歌手汪登场 一只无比热爱音乐的吉娃娃 只要听到音乐 就会琴波自尽的跟着唱起来 表情超投入 完全存在在音乐之中 一副超级享受音乐的样子 高高 高高 没想到你的音乐素养还挺高 和外面的贪吃货色完全不一样 每天都会在电梯门口迎接主人的网 他的迎接方式那可是相当特别 等主人回来 你们就会看见他那特殊的欢迎方式了 没错 这是不停的旋转 喂喂 你这样的旋转的意义在哪儿 难道是主人给你吃的旋麦吗 脑回路很特别 谁啊 最后来看一只爱惹事的喵吧 我是尊贵的喵黄 啥叫喵黄啊 愚蠢的羊 连真都不知道 这黑小孩是咋了 说啥呢 简直太放肆了 你小子说谁黑小孩呢 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 给你说了得叫喵黄 这孩子有点傻啊 他有点黑 晚上宰了你 叫陛下你个奴才 我分分钟叫人揍你 这一下你知道羊的厉害了吧 随随便便揍肥你信不信 你个小羊 你个小羊 我的干嘛呀 很多人都说狗狗不会说谎很忠诚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听过狗狗说话 话都不会说那肯定就不会说谎了是吧 开个玩笑 狗狗对人类的忠诚我是不怀疑的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总是非常难以建立 举个例子啊 十个陌生人里面有一个骗子 就会让我们开始怀疑所有的人 昨天呢我去菜市场买鱼 老板冲完说 九块钱可以吧 我说 我这有十三块的零钱 那你就给我拿个十三块左右了吧 老板呢 鱼鸡把那鱼一扔 进盆又捞起来 撑了一下说 来这条十三块 我可都看着呢啊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好了 又到了咱们朋友圈和微博里 来看一看那些转发量较多的去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好晒呀 我往这边长长 挡住太阳 聪明如我 行 不知道要是到了下午 您是不是得换一个方向生长啊 我一直有一个隐藏的身份 没错 求明山车神就是我 哥 这些东西放上去势不难 但是 你倒是开车呀 网购一瓶小清新的泡澡用品 迫不及待想马上试试呢 天呐 我只是滴了几滴 这是什么情况呀 不是应该是粉红色的吗 天呐 这简直就像是凶案现场啊 太恐怖了 老婆你听我说我真的没杀人 我只是想去泡个澡 喂喂喂 你别跑啊 有些设计师的脑洞你永远无法理解 这样的桥可能只能让他自己来走走 然后顺便给我们解释解释 喜鱼科大家都上过吧 其实这个桥的秘诀呢就是立定跳远 脑洞大的不只是上面这位 你看看我 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什么 是的 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滑滑梯 恭喜你猜对啊 夏天到了 店家都开始体贴地为我提示温度 以防大家中暑了 你们别走啊 我这是361度运动品牌旗舰店 今天确实挺热的 来 让我把假发取掉吧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剧情啊 为了防止机动车走自行车道 交进叔叔也是费尽了脑筋 只是这个东西看上去有点眼熟了 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这个出现在马路上 总是感觉怪怪的 酒喝多了就容易出事 你看我同事 几倍瞎毒就和外面的雪人打起架来 真是拉都拉不住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认错还不行吗 能不能不要这么野蛮 这位叔叔 我妈妈正在取款呢 请勿靠近 好的 小朋友 我收到你的提示了 现在你可以把嘴从玻璃上移开了 说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现在才回家 有没事别回来 老婆我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我们能回家了吗 你看隔壁的暗花都盯着我们呢 哟哟哟 隔壁的夫妻又吵起来了 哟哟好戏看了 完整的坚勿份 没有关系 有什么肚子 今后明天大概錯了 你 dysponia 一看就是一家五 朋友圈里损朋友 去图笑着我直发抖 他人小孩还有狗 做人开心最要解 愁眉苦脸可不行 赶快来吧 节目看 面对现实吧老铁 不要再逃避了 正所谓躲得过初一 跑不过十五 跑得了和尚 你跑不了妙 有人说逃避可耻 但是有效 其实这呀是自知其人 有些事情是迟早要面对的 当你拖延的时候 就像是在对未来的自己说 不想办了 交给你了 真要不是件好事的话 倒霉的迟早是你 与其在躲避现实的日子里面 惶惶不可终日 不如跳舞 不对 不如面对 做一个勇敢的人 像下面这位一样 做一个真汉子 奇葩大作战 绝对的真汉子 就是摔跤 那也能摔得这么潇洒 这难度我给满分 瞎人这位大爷将为大家表演 如何站在一个鸡蛋上面 且鸡蛋不碎 接下来请不要眨眼 没错 就是这样 大爷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自从家里养了猫咪 每次洗完头 再也不用自己擦干了 没错 我有了一个干发小助手 每次都会爬到我身上来帮我舔干 真想不到猫咪还有如此妙用啊 猫咪狗狗喜欢主人帮他按摩 可你们见过公鸡也喜欢的吗 下面这位就是这样一只喜欢按摩的公鸡 按摩按摩 你不能随便停下 你只要敢停下 立马就捉你 老霸气了 你赶快给我接着按摩 不许停 我这间接的会可不是闹着玩的 摘波罗其实是件十分机械化的事情 我信你们看 这样的机械化可不是一般的快 每个人都跟真的机器人一样 简直不要太厉害 感觉机器都比不过他们啊 来看一个超级有创意的视频吧 视频的拍摄者绝对是个非常流行生活的人 巧妙地把生活中一些经常看到的各种东西 和自己的手指结合到了一起 这创意真是太绝了 我要给你一个阿姆斯特朗式阿姆斯特朗回旋载 以表我对你的敬佩之情 而下面这位小哥的秀就秀得有点刻意了 虽然他这足球玩的确实很棒 但是一股浓浓的耍酷感扑面而来 根本就是故意耍酷嘛 我才不会佩服你呢 默默给你点个赞算了 最后来看外国小哥给大家演示他所理解的人类21种税资吧 一 基本款 二 大字型 三 上下颠倒型 四 找不到舒服姿势型 五 孤单寂寞型 六 孤单圈爱型 七 宝宝姿势 还真什么姿势都有啊 八 铅笔型 九 睡觉时睁着眼睛的诡异小孩 这个太吓人了 十 社交网络成瘾型 十一 热 十二 冷 这不挺正常吧 十三 又热又冷 真有这样的吗 十四 墨西哥玉米饼型 十五 超人型 这是单纯在做梦吧 十六 梦游型 十七 半夜吃点席型 明显就是一个吃货嘛 十八 睡在导口上 十九 软骨弓 你练瑜伽阿难 二十 运动员 二十一 模特 真臭美 三 二十一 掉下 的 Vijay 我分成 arithmet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辽宁